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2年 故事开始 太平洋制药公司 为了寻找一种特殊的药物 派人前往法罗岛 一群人刚到岛上 就被一群蚁人给抓了 他们拿着香烟收买了蚁人 另一边 联合国飞行员在调查冰山 为什么融化时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怪兽 正是一只哥斯拉 坎克出动 对着哥斯拉就是一顿狂轰乱炸 哥斯拉心想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一怒之下登上岸 教训了这群坦克 晚上 法罗岛上 一只巨大的章鱼来袭 可把这群野人给吓尿了 此时 金刚来了 两个怪兽战斗在一起 金刚拿起石头 就砸章鱼 章鱼慌忙逃走了 金刚拿起大家采摘的药水 喝了起来 喝完就晕了过去 医药人员 一看发财的机会来了 准备把金刚运回日本 环上 哥斯拉又无聊了 再次登陆 四处破坏火车 另一边 金刚酒醒了 开始狂躁起来 挣脱了束缚跑上岸来 哥斯拉和金刚一起登陆了 两个好机友在山上见面了 哥斯拉直接喷火 干掉了一架飞机 向金刚示威 金刚当然也不怂啊 拿起石头 就砸哥斯拉 两只怪兽打了起来 哥斯拉喷出光线 烧伤了金刚 金刚立马怂了 转头就走了 哥斯拉继续深入腹地 军队利用汽油吸引哥斯拉过来 哥斯拉递入陷阱 军队引爆炸弹 想炸死哥斯拉 然而他们太天真了 哥斯拉好发未伤 随后军队通上高压电网 阻拦了哥斯拉 哥斯拉刚走 金刚又来了 金刚竟然不害怕高压电网 轻松破坏了高压电网 一群日本人想坐火车逃走 被金刚拦截 金刚抓了日本女人小美 怕到楼顶高兴地玩耍起来 玩累了 金刚睡着了 大家赶紧救出了小美 趁金刚睡着 军队拿出氢气球 把金刚吊了起来 送到了哥斯拉面前 不得不说 这群人还是挺聪明的 想让金刚和哥斯拉互相惨杀 这样至少能相云一只 金刚刚落地就躲了起来 阴险地偷袭了哥斯拉 两只萌萌的怪兽 又打在了一起 金刚拿起石头 对着哥斯拉 就是一顿输出 打赢了就拍着胸口示威 结果得意忘形 一个跟头翻过去 一头撞在了石头上 把自己撞晕了过去 哥斯拉一看机会来了 用尾巴要抽死金刚 金刚刚起身 被哥斯拉一记 佛伤无垠脚给踹晕了过去 哥斯拉又抽了金刚一顿 突然天空一阵闪电 金刚变得异常强大 对着哥斯拉疯狂输出 拔起一棵树 就往哥斯拉嘴里塞 差点没把哥斯拉给淹死 随后金刚一个锅尖摔 把哥斯拉摔倒在地 两个怪兽都抓狂了 战斗力也起鼓相当 哥斯拉发出法术攻击 却没打中金刚 两只怪兽抱在一起 滚入海里 最后只见金刚浮出水面 游回了法洛岛 再也没有看到 哥斯拉的身影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虽然上映于1962年 但其道具十分精良 故事完整性也很高 唯一遗憾的是 他最终也没有交代 哥斯拉的去处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记得关注我哦